在巴黎奥运会凯旋的奥运冠军们陆续回到各自的家乡 受到热烈欢迎 全红禅和陈一文一起回到广州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为两位巴黎奥运双金王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全红禅和陈一文乘坐大巴 从机场来到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现场跳水队的师弟师妹们一起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还请了武师队主位 全红禅和陈一文一下车 就被师弟师妹们围着要签名 陈宝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陈宝看到了小师妹蒋林静 她一把将蒋林静抱了起来 然后两人聊了起来 蒋林静出生于2010年 在去年出道 在全国跳水锦标赛报浪获得第三名 丽压张佳琪、张敏杰等名将 还在混合全能比赛与队友合作夺得冠军 蒋林静被誉为新一代全红禅 她是和威仪教练培养出来的又一位新星 不过蒋林静的动作规格 还没有达到全红禅2020年出道时的水准 巴黎奥运会上 广东奥运竟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中跳水项目展或颇风 全红禅和陈一文都夺得双金 而谢思义夺得一枚金牌 广东跳水队一共贡献了五枚金牌 广东爽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 显东未出现在了欢迎仪式上 她介绍了跳水队的新目标 运动员马上要进入十五运的备战 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在自己家门口 把金牌留在广东 2025年全运会由粤港澳三地共同举办 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在广州和深圳举行 举办时间是2025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21日 全红蝉和陈一文将在广州参与跳水队的总结和表彰活动 然后就可以一个字回老家了 对于全红蝉来说 现在回老家可能有些麻烦 因为村里涌进了太多外的游客 根据此前全红蝉哥哥全金华的介绍 每天有上万名游客来到麦河村 这些人很多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麦河村 希望全红蝉艰苦奋斗的故事能够激励他们的孩子 全红蝉的爸爸妈妈住在果园里 不至于受到太多的干扰 巴黎奥运会 17岁的全红蝉又刷新了一个记录 那就是成为了中国队最为年轻的奥运会三金王 在巴黎奥运会上 首先全红蝉与队友陈玉希合作 在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中 表现十分出色 夺取了冠军 随后的个人10米跳台比赛 在决赛中 全红蝉第一跳就表现完美 上演了水花消失数 拿到了满分 从而奠定了他争冠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全红蝉虽然也是出现了一些瑕疵 但是 到了关键时候 全红蝉又展现出来了过人的心理素质 展现出来了过人的技术 最终 以总分高出陈玉希五分夺冠 从而实现了 蝉丽奥运会个人10米跳台的冠军 拿下这个单人10米跳台冠军 全红蝉在巴黎奥运会收获了两块金牌 加上上届奥运会 全红蝉收获了个人10米跳台的金牌 那么 他的奥运会金牌数量达到了3块 如此一来 全红蝉就成为了中国队最年轻的奥运会三金王 真是可喜可贺 奥运会结束之后 全红蝉也是回到了国内 在昨天晚上 全红蝉与师姐陈一文等人 也是回到了广东 回到了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在得知全红蝉回广东 他的师父何维仪 以及广东跳水中心主任林海禅 也是前往机场迎接 与此同时 还有他的师弟 师妹也是来接机 场面十分温馨 此番 返回广东的奥运水中 健儿分两批次走 第一批运动员有 王千亿 汤穆涵 谢思义 王柳义 汪雪儿 何兴忠 陈俊儿 王九丽和林佳颖等人 而跳水冠军全红蝉和陈一文 则是第二批回来 回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晚上 随着奥运会运动 健儿的回家 家人们也是举行了 热烈的欢迎仪式 广东跳水中心主任林海禅 全红蝉的教练何维仪 陈一文的教练贺帅等人 都是来到了白云机场 给奥运会冠军进行接机 给他们送上了最为温暖的怀抱 如此情况 也是让全红蝉和陈一文 感到十分温馨 十分感动 十分开心 随后 工作人员 又给全红蝉和陈一文 送上了鲜花 让全红蝉和陈一文 等人也是乐开了花 回到二杀体育训练中心之后 现场更是一片欢呼声 一片掌声 与此同时 还是锣鼓喧天 对内海特别安排上了 五龙五师欢迎仪式 当大巴车门一打开 全红蝉看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仪式 也是被震撼到了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我们可以看到 全红蝉也是笑得十分开心 十分可爱 下车之后 全红蝉身边就被一批又一批小粉丝给围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小粉丝 也是来自广东队的运动员 是全红蝉的小师妹 小师弟 随后 小师弟 小师妹就与全红蝉在积极喳喳聊个不停 场面十分温馨 十分喜庆 当然了 作为巴黎奥运会的双金王 作为中国队最年轻的奥运会的三金王 小师弟 小师妹也是要求全红蝉留下墨宝 当然 全红蝉也是十分耐心地满足了小师弟 小师妹这个要求 于是 全红蝉就开始了签名模式 咱们的全红蝉小宝贝终于回到广东了 一落地 那脸上的笑容就跟花似的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估摸着是家乡的味道让人心冷呢 是弟师妹们那个热情哟 跟小蜜蜂见到蜜堂似的 围着全红蝉要签名 手里的小纸条晃啊晃的 场面热闹又不失秩序 和北京机场那浪躁躁的比起来 简直是温馨小窝和热闹集市的差别嘛 这回归的阵仗 行事舞动 鞭炮齐名 二沙岛训练基地直接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全红蝉啊 就像是龟巢的小燕子 那份自在和喜悦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网友们也是炸开了锅 有的说她是跳水界的璀璨明星 我会英语又怎样 照样惹人爱 有的则操心起她的发型来 直呼 给小红换个发型师吧 咱们宝贝的美美搭 最逗的是 还有网友说 看到全红蝉这么开心 感觉就像是自己家人回家了一样 没错 这就是家乡的魅力 是龟蜀感的魔力 听说接下来 全红蝉他们要休整一番 然后全力备战十五运 是要把金牌留在广东 回到了广州 就是自家人的珍爱宝了 所以感觉蝉宝轻松了许多了 回家了就不要过多关注和打扰蝉宝了 让他真正休息休息吧 咱们就是目以待 看这位跳水小江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 再次绽放光芒吧 8月15日 奥运健儿谢思义 王柳义 王千亿及教练等一行人 从北京休整完毕返回广东 运动健儿的家属 队友们 手捧鲜花迎接 广东传统舞龙舞师欢迎仪式也安排上了 15日晚 又有两位奥运冠军回到广州 他们分别是巴黎奥运会女子跳水三米板 和十米台的双金得主陈一文 全红蝉 同行的还有广东跳水队队一里微微 全红蝉的教练何威仪 陈一文的教练贺帅 广东 挑水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林海蝉接前往机场迎接 第一时间给予队伍最为温馨的华宝 全红蝉 陈一文等人回到广东爽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受到中心教练员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现场敲锣打鼓 鞭炮齐鸣 武师庆祝 二人刚下车就被学弟学妹为这要签名 本届奥运会 他们各自夺得两金 陈一文助力中国跳水队实现女子三米板奥运十连贯 女子双人三米板奥运六连贯 全红蝉成功威眠女子十米台冠军 并助力中国跳水队实现女子双人十米台奥运七连贯 奥运冠军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 显东妹迎接两位奥运冠军归来 两代奥运冠军同况 显东妹表示 陈一文和全红蝉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冲击十五运会金牌 全红蝉巴黎奥运会夺得两枚金牌 再次名声大早 喜欢她的人都替全红蝉骄傲和开心 全红蝉于昨日晚上乘坐飞机飞回老家广东 但蝉宝回家乡的第一站不是自己家里 而是省会广州 蝉宝先去了自己去国家队之前待的省队 如果说国家队是蝉宝的新家家 那么广东省跳水队就是蝉宝的老家 全红蝉一行到达广州机场落地后 迎来的是广东省跳水队对他们的热烈欢迎 在接她的人群中 有一个人的出现让蝉宝既惊喜又感动 这个人就是她的恩师何维仪教练 只见何教练穿了一件非常喜庆的鲜红色的T恤 手捧一大树鲜花 在机场大厅门口 见到爱徒全红蝉之后 很开心地把手中的鲜花递给了蝉宝 对蝉宝的回家表示欢迎 尽管此时的蝉宝戴了帽子和口罩 只见也已经两年都没有见过爱徒了 但何教练还说一眼就认出来自己的爱徒 还有他看蝉宝时的眼神 满眼的宠溺 就像是老父亲对女儿一样 让人看了无补动容 师徒一行出了机场 坐上回省队的大巴车 全红蝉也是选择和恩师何维仪坐在一起 这也可见师徒二人关系的亲密度和感情之深 在车上的时间 应该是师徒二人很难得的独处时光 等到了大大巴车到了省队门口停下 省队门口早已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省队还请了广东人特有的舞龙师现场表演来表示对全红蝉一行的欢迎 全红蝉和另外一位奥运冠军陈英文一起下车接受大家对他们的欢迎 现场骑热闹场面堪比过年 还有一大群小朋友围着全红蝉和陈英文要签名 而此时何卫一教练并没有和爱徒一起下车 他只是站在大巴车上 透过窗户看着窗外接受大家欢迎的爱徒全红蝉 他的眼神仍然充满了宠溺 看着爱徒取得如此的成绩和如此的受欢迎 何教练很是欣慰 全红蝉所取得的成绩 何教练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本来他和爱徒站在一起接受大家的欢迎也是应该的 但何教练选择了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爱徒享受这荣耀时刻 自己就像功成名就之后选择功成身退一般 这更能看出何教练的崇高品质和对全红蝉无私的爱 他是冠军背后的大功臣 很多人都说全红蝉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的一路帮扶 全红蝉能成功地去道国家队 并且有今天的成绩 则离不开他的恩师何维仪教练的鼎力支持帮助 何维仪教练不仅是禅宝训练中的导师 更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亲人 说何维仪教练是禅宝的第二父亲一点都不为过 早在2018年全红蝉年仅11岁时 蝉宝与何教练第一次见面 何教练一眼就喜欢上了蝉宝 何维仪对蝉宝体贴入味的照顾 让年幼的蝉宝感受到了儒家一般的温暖 对于全红蝉 何维仪教练可以说是又当爹又当吗 2020年奥运会的选拔赛 何维仪教练为了能把全红蝉送进国家队 他自费陪着爱徒蝉宝去了北京 让全红蝉能有机会一鸣惊人 如果不适合教练当年的这一决定和做法 那么很可能 我们会是具全红蝉这样一个跳水天才 也无法看到全红蝉今天的成功 何教练对蝉宝就像慈父一般的温暖 他总是会在蝉宝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 我们应该替全红蝉感到开心 他能遇到这么多好的教练和贵人 也应该感谢何维仪教练的无私付出与默默奉献 祝他身体健康 带出更多像全红蝉一样优秀的学生 8月15的夜晚 广东体育的骄傲陈一文和全红蝉荣荣归来 在白云机场 他们迅速融入了广东拖鞋队 那双普通的拖鞋 见证了广东人的生活态度 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夜幕降临 广州白云机场早已聚集了众多等待的记者与媒体 何教练亲自迎接 随后他们乘坐大巴返回训练基地 全红蝉始终保持礼貌 透过车窗向众人挥手致意 回到广东 全红蝉被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小师弟小师妹围住 他们纷纷提问 让这位社交达人也感到一丝紧张 经过一天的长途飞行 全红蝉略显疲惫 让人心生怜惜 然而 一见到小师妹 全红蝉的笑容犹如阳光般明媚 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小师妹对全红蝉充满了敬讶 仿佛她是她的偶像 据显教练透露 陈一文和全红蝉稍作休整后 将投入到第15届运动会的备战中 他们表示 作为家乡的代表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将金牌留在广东 这样的承诺让大家对他们充满信心 期待他们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 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好好休息 以饱满的热情和实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为广东中光天才 广东的谢思义 比全红蝉和陈一文提前回到家乡 15号那天 她抵达广州 成为最早归来的运动员 迎接她的是她的妻子 见到她后 谢思义兴奋地想要拉住她的手 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留言 称赞她的妻子笑容灿烂 不知全红蝉的父亲是否得知女儿即将归来 她也在15号这一天回到了村里 正好被摄影师捕捉到她抱起母亲回家的画面 最近广东多雨 全红蝉的家门口已荆棘齐水 但她父亲的孝心语和爱依旧让人感动 她不仅分发了自家做的阅兵给乡亲们 还特意感谢了大家对他们的支持 我们期待着全红蝉能回家过节 与家人团聚 享受家人准备的美食 共度佳节 聚光灯下 她是跳水台上万众瞩目的天才少女 水花仿佛也沉浮于她 为她绽放出最美的姿态 但当奥运的喧嚣渐渐吞去 她 全红蝉 也只是一个渴望回到家乡 回到熟悉的环境 和亲人朋友分享喜悦的普通年孩 这次归来 迎接她的除了鲜花和掌声 还有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宁静的麦河村 如今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只为一睹这位跳水皇后的家乡风采 平整的道路两旁 小滩临次至比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小吃的香气 架杂着人们兴奋的交谈声 热闹非凡 谁能想到 几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那个在跳台上勇敢无畏 用一次次完美跳跃征服世界的女孩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也为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8月15日晚 当全红禅和队友陈一文的身影 出现在广州白云机场时 热烈的欢呼声几乎先翻了屋顶 锣鼓喧天 彩旗飘扬 人们用最真挚的热情 欢迎着他们的凯旋 人群中 不乏专程从湛江赶来的老乡 他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仿佛在迎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经过了奥运赛场的激烈角逐 全红禅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广东 回到了培育她的二杀训练基地 在这里 没有闪光灯的追逐 没有珊瑚海啸般的欢呼 只有是帝师妹们纯真的笑脸和亲切的问候 他们兴奋地围着这位大姐姐 争先恐后的索要签名 合影 眼中充满了崇拜和向往 在他们心中 全红禅不仅是奥运冠军 更是榜样 是激励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而对于全红禅来说 是帝师妹们天真烂漫的笑脸 或许就是最好的放松和慰藉 尽管家乡的热情令人感动 但对于这位年仅16岁的女孩来说 或许更希望拥有一个相对平静的空间 来休息和调整 正如她妈妈所说 现在家乡人太多了 回去也不方便 于是 全红禅暂时留在了管州 但这并不妨碍她与家乡的连接 从她脸上灿烂的笑容就能看出 回到广东 回到熟悉的环境 让她感到无比放松和开心 迎接她回家的 还有她的恩师 何威夷教练 在机场 何教练早早等候在那里 手捧鲜花 迎接她的宝贝女儿 当全红禅接过鲜花的那一刻 何教练的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和宠溺 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孩子凯旋归来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如果没有何教练的慧眼石珠 悉心栽培 或许就不会有如 站在奥运领奖台上 闪闪发光的全红禅 是头二人之间的情谊 早已超越了 简单的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 更像是亲人 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此刻 站在熟悉的训练馆里 看着眼前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 相信全红禅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新的挑战 创造新的辉煌 全红禅的故事 还在继续 这个来自南方小镇的女孩 用她的坚韧 勇敢和对梦想的执着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未来 期待她能够继续突破自我 在跳水的世界里 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奇迹 你认为全红禅未来 还会获得哪些荣誉呢 你认为全红禅未来 感谢观看